到齊隊球迷開心對著攝影機 秀出大谷翔平公仔 到齊隊舉辦第一次的大谷翔平 搖頭娃娃日 球迷都來搶公仔 有球迷特地提早兩個小時來排隊 球場外大排長龍 大家想拿的是這個 限量四萬份的大谷公仔 其中還有一千七百個 穿灰色球衣的隱藏版 只有4%的球迷能隨機獲得 大谷的搖頭公仔在拍賣網站上 灰色限量版已經炒高到 兩千五百元美元 超過八萬台幣 而當天陷入大谷魅力的 還有這一位小球迷 大谷一現身 這名叫做阿爾伯特的小球迷 驚訝得張大嘴巴 其實阿爾伯特是一名小兒科病童 受邀到到齊球場 擔任開球嘉賓 他還和大谷一起投接球 到齊就搶對紅人的比賽 因為有大谷的搖頭娃娃 吸引五萬三千多人進場觀戰 創下大聯盟本季 最多觀眾的紀錄 大谷在比賽中 演出本季第十一次 成功倒壘 不過在打擊方面 沒有太多表現 最後到齊以2比7 輸給紅人隊 TV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